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议题 我们会简单的先看一下 在单级群里面HPA是如何使用的 并且它有哪些限制 如果我们将单级群的HPA扩展到多级群里面 它会带来哪些好处和优势 最后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在多级群里面HPA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实现的时候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集中式的Federation HPA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分布式的HPA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议程 好的 然后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在单级群里面HPA是如何工作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HPA简单的说 就是去扩收容POD的副本数 比如像你的POD运行你的业务 当请求流量上来的时候 你的POD就可以自动的谈扩收容 就是谈起来去处理更多的业务 那么如果当你的请求下降的时候 比如说降到晚上的时候 你的POD可以自动的缩容 去减少这个资源的消耗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HPA的这样一个CR 然后它会里面会定义你的给哪个资源做扩收容 然后去根据什么指标来决定你的业务 现在是什么状态 它会每个周期去查询 然后来决定你的业务现在是应该扩容还是缩容 这就是在单机群里面的HPA它的工作原理 然后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是K8原生的资源 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这个样例 比如像刚刚这里写的 这个Scale Target Reference 就是指定你这个HPA 要给哪个资源进行扩收容 那么你扩收容的这个有个范围 比如你最小副本数是1 最大副本数是10 那么根据什么指标 比如这里写的是这个CPU 平均率是50% 那么就是高于这个50% 它就会缩容 低于这个百分之它就会扩容 这个单机群里面的HPA 它的整体的工作原理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显然在单机群里面 它就有一些限制 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限制 我们知道一个集群里面 它的资源它不是不可能无限的增加 最核心的就是比如我们一个load 它的一个节点它的po的个数 比如像K8它默认是110个po的 你不可能在一个节点上 无限的去创建po的 那么像K8它一个集群里面 它的load的个数 它也是不能无限的往一个K8里面加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 当你的这个服务量很大的时候 显然一个集群是没办法 存在你的业务的时候 你的资源也限制了 你只能使用一个多集群的场景 那么还有就是 如果你已经使用了这个多集群 那么你的HPA就会很多 那比如我们有客户 它就是比如像 它有一百多个集群 它就有很多很多HPA 那么它就每个集群都要去处理的 自己的HPA资源 那么它就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的 这个HPA的手段 那么还有就是 如果你的资源一直扩收容 那如果你在这个云厂 云用的是公有云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云上 你的资源都是用钱买的 如果你一直扩收容 一直扩容 它是很浪费点资源 所以我们也想在一些贵的云厂商 让它少扩一点 在一些便宜的云厂商多扩一点 那么我们想这种扩收容 有更多的这种策略 来控制它的扩收容的手段 这就是单集群里面 它这一些限制 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些 以限制怎么来解决 如果我们将这个HPA 可以伸展到这种跨集群 就是我们这个HPA 可以跨越集群的边界 来自动的伸缩 那么我们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最典型的就是 我们可以突破这个资源的限制 刚刚我说了 一个单集群 它总是有资源限制的 那么我们可以 突破这个资源的限制 让我们的业务可以 跨越集群去弹性伸缩 对 然后我们还可以 刚刚也说了 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定义 去拿去更多的这种 调度的这个扩收容的策略 我们可以有丰富的API去控制它 因为我们知道 刚刚那个K8的原生的HPA 它其实是手段比较单一的 如果我们能突破这个边界的话 这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简单 然后我们HPA是 是依赖于这个Kmada 然后我们简单的介绍什么是Kmada Kmada是一个容器编排的 一个开源项目 CNCF下的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它的核心理念 就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 我们可以使用Kmada构建一个 无限的可以伸缩的这种支援池 那么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让多个集群 多个K8S集群 它的使用体验就像使用一个单集群一样 也就是说你的现有的工具 是可以不经过任何修改 无缝的来使用Kmada 并且就可以控制这个多集群 那么它这里面几个核心的亮点 我也列了一下 比如它原生的支持K8S的API 也就是意味着你现有的工具 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非常的无缝 然后它开源中立 因为它是托管于CNCF的 然后它避免厂商的锁定 比如我们你用了购买了一些公有云 公有云它很多服务 它都是必须在它这里使用才能用 没办法换厂商 你可能就被来绑定 你就只能买它的价格很昂贵的一些设施 然后它一些开箱机用 Kmada它是可以比如基于集群故障了 我们可以基于故障转移 或者是你的应用故障了 我们可以将你的应用从一个集群 转移到另外一个集群 这些功能都是可以直接安装就能使用 等等我们还可以支持一些丰富的调度策略 比如你可以你的业务低风的时候 你是把你的POD 你的应用调度到你的自己的私有云 然后当你的私有云 你的业务红风来了之后 你的业务可以弹性到公有云 业务过去的时候 又可以把你的业务调度回来 都是一些开箱机用的功能 OK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然后来介绍一下 它的这几个核心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最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有一个Kmada API server 目前的话我们的Kmada API server 它是附用的是K8s的原生的API server 然后还有一个ETCD 这就意味着你的所有 因为我们知道K8里面创建资源 都是和API server交互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Kmada API server 它就是一个原生的Cumulitis API server 所以你的应用是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 然后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些controller 主要是就是做一些业务的处理调写 然后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可以 你的资源在Kmada控制平面创建之后 我们Kmada就可以帮你把你的业务 传播分发到这些不同的集群 根据你的策略 我们策略可以支持什么 基于地域啊 权重啊等等 还可以支持你的真实负载 来帮你调度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架构 接着比较简单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Kmada光分文档 好的 然后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重点 来讲一下Federation HPA 这是一个跨级群的HPA的定义 然后我们先从它的这个API定义里面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要使用一个K8里面的一个CR 一个自定义资源 我们首先都是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因为定义是直面用户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Federation的HPA 它的核心的重点这个Spec里面 这几个字段都是引用的 原生的K8s的API定义 这就意味着 你现在的HPA 可以无缝地迁移过来 那我们举个样例 OK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原生的HPA的这个定义 刚刚也说了比如它是给哪一个副本做扩手容 它的最小副本数 然后基于什么指标 那么如果你现在迁运到 这种Federation HPA 就是跨级群的HPA 那么你可以看到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你只需要改一下这个API version 非常的简单 你的迁移成本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户 其实用户填的都是下面的指标 上面我们一般是固定的值 上面都是固定的值 所以对你来说 对用户来说 其实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OK我们这个API定义 我们已经了解了 那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 如何做到所谓的跨级群 HPA跨级群的弹性伸缩 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 怎么去跨级群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组件 不好意思 我们在KMAN的控制平面的话 我们有两个核心的组件 一个是Federation HPA的Controller 这是控制器 这控制器的话 就会去挖取这个FHPA的资源 作为相应的调写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KMAN的Metrics Adoper 一个类似于单级群里面的 Metrics Server的一个适配器 然后你用户在控制平面 来创建一个HPA 然后创建你的工作负载 然后这里有一个资源 叫做Propagation Policy 就是一个传播策略 那么所谓的传播策略就是 你将你的工作负载 在控制平面创建完之后 你需要告诉KMAN 你这个控制平面 要传播到哪些集群 比如现在我们在KMAN里面 纳过的三个成员集群 那么一二三 那么你需要告诉KMAN 你的负载是怎么分发到 传播到这些三个成员集群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策略里面 是比较丰富的 比如我们可以基于权重 基于成员集群的工作 真实的负载情况等等 或者是基于地域等等 这不是我们这次本次的重点 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KMAN的官方文档 好 那么还是回到重点 我们的HPA创建完之后 我们HPA创建完之后 我们Controller 就会watch到这个资源 它就会进入下一个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KMAN里 Controller里面有一个 这个HPAController 然后这个Controller会watch到 这个资源创建之后 它就会去查询 这个KMAN MATRIX AUTOPER 这个AUTOPER 它的核心的原理就是 会去成员集群 去拉取MATRIX SERVER指标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K8里面 单集群里面 需要去安装一个MATRIX SERVER 然后去注入一个 API version的一个指标 就是这是 如果你在单集群使用HPA 这都是必要条件 就是要必须要装这两个 或者是如果你的HPA 有一些自定义指标 比如根据什么HPA请求 的这个数量 你也需要自己安装一个 自定义的MATRIX的一个 比如像Promile 西欧斯等等 那么这些条件 都是在你的成员进行 是自带的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MATRIX AUTOPER 就会去拉取 并发地拉取这些指标 把它存到这里 存到这个MATRIX AUTOPER里面去 然后我们的Controller 就会去根据你的HPA的定义 去查询这个指标 判断你现在整个指标 是不是满足你的定义的指标 对 然后如果你满足 比如现在你的指标 已经到了你的 比如你的CPU 到了你的请求的预值 就是比如你现在要扩容 超过了你的指标 那么它就会去扩容 去修改 去修改这个Deployment的副本数 修改这个Deployment的副本数 比如你现在是5 那么你的现在整个负载 是已经CPU很高了 然后它就会扩容到10 它就会 这个HPA Controller 就会将这个副本数的副本 修改成10 那么修改完之后 我们的KMATA里面 还有一个调度器 这个调度器就会发现 你这个副本数已经变化 它就会将你的多余的副本 根据你的策略 根据你的策略 将多余的副本数 就分发到 这些成员集群 那比如你的这个策略 选择的是基于权重的 或者基于真实负载的 那么它就会将你的副本 传播到 那个比较小的 这个成员集群 那么我们整体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 这个HPA扩容你的副本数 然后扩容的副本数 经过KMATA调度器 和你的这个传播策略 这样一配合 多余的副本数 就会在这些成员集群里面 去扩容起来 而相应的 如果你的CNA扩容之后 你的CPU下降了 那么调度器 调度器也感 这个Metric Server 感知 这个Controller感知到 你的这个指标 已经下降了 那么它就会将 这个副本数的副本 缩容 比如给它改成2 改成2之后 KMATA的调度器 就会 也感知到这个情况 然后配合你的这个传播策略 然后将 将你的这个多余的副本数 就回收起来 然后调度器因为它会 比如你的这个传播策略 选择的是基于 这种真实负载的 那么它就会将 负载高的或者低的 根据你的配置 然后将多余的副本 进行回收 就是进行删除 对 这就是整个核心的理念 就是 来如何做到这个 跨极群的HPA伸缩 那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的单极群的HPA 单极群只能在这个极群里面 进行扩缩容 那么我们整个KMATA的HPA 它是可以跨越极群 进行扩容缩容 对 OK OK 然后 我们在新的版本里面 KMATA版本里面 就是三个月采发版的 里面我们还引读那个 KRAMFREDHPA 就是我们可以定时 基于一个周期 来定时的 扩缩这种能力的副本 那么扩缩这种的副本 我们是可以选择 我们刚刚的FHPA 或者是选择你的 你的应用 那么只要有用scale 那个子字源的话 都是可以写的 然后比如我们可以定时 去伸缩定时降低 那么都 然后这些配完之后 调度器 和controller HPA controller 同样的原理 将你的这个应用 进行跨级性的伸缩 OK 这就是单级性的HPA的效果 那么下面有请江伟同学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分布式另外一种方案 OK 好 感谢新鲜同学的 精彩演讲 然后我这里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是啥场景啊 这个定时HPA就是 比如说你早上9点打卡 那个打卡业务呢 可能会有个流量红风 那就是提前扩的话 就可以避免流量红风 造成的一个 比如说断幅啊什么的 那这个定时HPA的场景 就是用在那个场景下面 OK 那我们对前面做个总结啊 就是说 我们实现了一个分布式HPA 它那个API和那个K8原生的 HPA VR那个版本 是非常几乎接近的 就除了API version好看的 所以呢 就是用户迁移到多几群的一个 跨几群谈性伸缩的时候 它可以非常小的迁移成本 这是它的核心优势 就是API非常接近 那但是使用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 它卡曼达是从成员机群 拉取数据 在控制面做一个 统一的整体的计算 并且伸缩嘛 那么这个有个什么限制呢 就是 它是一个中心式的 我们可以发现 所有的操作 都是在中心测发生的 那这个就意味着 如果你的那个 并发的弹性规模 太大的时候 比如说 可能200万 那个弹性规模 那这个就需要 非常大的带宽 比如说就是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测算 就是500兆带宽 只能承载20万Pol的 那个并发伸缩 就是并发那个 Matrix拉取和计算 那这在某种情况下 可能是不可接受的 比如说 你要出公用云 那个Matrix拉取 500兆带宽 一年的花费是很夸张的 就 那有没有办法 是说 我不从Matrix 不从成员情拉拉 直接在成员情算 算好在 在传道控制面 做统一的那个弹性缩 也许做分布式的 有没有这种办法呢 还有第二个 就是刚刚说的 它那个相关的 所有的计算 都是在那个控制面 那这些 比如说20万Pol的Matrix 就是缓存着 那这个CPU和Memory 消耗也是比较恐怖的 对 那我们就是说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去做那个 比如说Matrix 不拉了 计算也在成员情形算 然后控制面 只是做一个 统一的汇聚 和调节 类似于 这种分布式的 这是更大规模的 更小带宽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这边 社区啊 是探索了两种方案 两种方案 都比较接近 但是实现是不一样的 就是 总体来说 第一种设计就是 通过这个 分布式HP的一个API 然后去定义那个管理多个集群 HPA的一个 API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 优先级管理 还是什么其他的管理方法 比如说 我优先级更高 那我可能就先下发这个 或者是下发这个 把这个HPA给禁掉 然后只先谈这个 然后在后面再谈这个 类似这种优先级的一个HPA管理 那这个相关的计算呢 可能都是在成员集群去算了 算好了 然后它弹性自己的 弹不动了 OK 我Kamanda做个调携 然后在其他成员集群去把它 把它给HPA开启 随着总 那总的来说 它就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缺陷 就是Kamanda需要做 就是要控制多个成员集群的一个 弹性的一个行为 那所以说Kamanda有两种 两种方式 一种是控制每个成员集群的min max 第二种呢 是动态的一个创三 或者是update的成员集群的HPA 去达到一个细利度的 控制弹性的一个行为 不同的集群嘛 比如说策略啊 权重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这个相对来说 是比较复杂的逻辑 就是你看K8S原生的HPA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根据指标谈一下 然后没有什么细利度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一个简单的弹性能说 而如果对这个逻辑来说 是比较复杂的 对开发者来说 对用户来说 可能配置起来 使用起来都比较复杂 然后还有一个缺陷就是 我们知道K8原生的HPA 它就是负责一个弹性伸缩 然后调度到哪些节点 是由那个scheduler去决定的 那对这种来说 这种架构来说 它是需要去感知这个集群的 每个集群的调度策略类去 它这个职责是比较多的 可能和Kamanda里面有个scheduler 也会职责会混合在一起 比较难理解 那么这里我就简单的 以一个优先级场景来做 简单的一个示例 看这种设计下 它会怎么大致地怎么实现 我们想要的是啥产场景 比如说优先级啊 然后比如说这里max是30 达到24的过后就trigger 触发下一个集群的一个扩容 那这里就比如说是24 或者是80%的阅值啊 就是触发下一个集群的一个扩容 然后这里就是缩容的场景 缩容的场景肯定是 比如说这个集群已经扩满了嘛 然后这个再开始缩 达到30%或者是6%的时候 就触发更高优先级的一个缩容 那大致我们想要的最终效果 就是这样的 那么带入这个第一种设计的话 我们看一下效果 第一步肯定是初始化下发 初始化下发的话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API的定义 把那个min max 比如说拆分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个策略 把它下发到不同的成员群群 比如说这里 比如说这个member1优先级更高 member2优先级更低的话 那么这个min就是1 max就是30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要限制 它的同时扩嘛 就优先级要1先扩 所以我这里把它min max都设成1了 限制住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扩容的话 会发生啥 场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它达到30了 OK 那我要做两步操作 第一步 要把第一步这个锁住 比如说你看我这里min已经改成了30 把这个第一个锁住 然后第二个把这个改成20 比如说我之前那个API里面配置的可能是20 那么这里我就给它改成20 那这个极群就开始扩了 比如说 就是那这样实现的效果就是 我第一个极群先扩 扩满了 扩不动了 然后comment把这个HPA给管理起来 比如说我之前说的 改min max 把这个改了以后 这个极群就开始扩了 那 它指的场景就是这样啊 然后缩容呢 其实也是大致同样的道理 我们简单看一看一下 就是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 为什么我这里要把它锁住呢 为什么要锁住 其实可以 比如说我这里扩到20了 扩到10了 但是现在流量忽然降低了 降低了过后 那我不可能两个极群同时降嘛 我想的是member2先降 比如说这是公元云 可能花费更高 这个私有云不要钱的 那我就想这个极群先锁 那如果不可能两个锁嘛 那我就只能把这个锁住 锁的方法就是改min max 你看这改成30 那这个扩 那个扩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这个达到 比如说达到极限值了 1了 然后这边我就第一步 把这个改成1 把它锁住 这儿改成1 避免中途扩的时候 这个两个极群同时扩 然后这边呢 就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锁嘛 第二步就是把这个 min value min reply 改成1 那这个极群就开始扩了 那这样就实现 那总体来说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 高优先级扩 然后说的时候 低优先 低优先级扩 那总体的一个策略 那这种场景呢 可能就是在那种 公文语言 室友云那种产品下 是非常 非常一个通用的场景 公室友云混合部署 就是公文语言可能花费更多 然后室友云 因为是固定的支援词嘛 OK 那其实总体来说 就是散了这种 去控制这种 细利度的控制 在不同 可能有很多很多种策略 那这种控制 相对来说是非常复杂 而且用户理解起来 这个API上面怎么呈现 那个呈现可能跟 那个K8原生 那些API 可能几乎差距比较大 那用户使用起来 可能也成本比较高 OK 那我们还探索了 第二种的一种 一种详细的架构啊 就是 也是跟那个差不多 第一步 从那个API里面 定义那个弹性 甚至一个指标 第二步是 这边成员机群 我们会安装一个agent 然后它会list watch 这个分布式HP的 一个customer resource 然后它根据这个resource 比如说里面的CPU memory 然后去做 在成员机群去做计算 比如说它是该谈 还是该说 然后这个计算结果 这个会被 update到那个控制面 Kamanda这边的一个 HPSAR里面去 update到一个status里面去 比如说 它当前的missing pose是多少 当前的利用率是多少 这种资源 中间结果 会把它update到一个status里面去 然后Kamanda呢 就会处理这些 根据那个上报的指标嘛 处理一些异常数据 比如说对missing的数据 要做补权 然后计算最终的结果 然后最终弹性那个 在控制面这边不是有个 比如说deployment 它会修改它的实力数 然后修改好实力数呢 过后呢 就是比如说那个Polar 它就会Kamanda Scheduler 就会根据那个 策略的一个配置 然后那个集群的实施状态 然后去调度那个 弹性的一个实力 到不同的成员机群 比如说预先级 比如说权重 还有其他的 还有比如说动态权重 实施的一个状态 那这里这种架构来说 相对来说是非常纯净的 就是说Ctrl那个HPA的一个控制器 那个API几乎也跟前面的 那个单集群的HPA 那个几乎一样的 但是它有缺陷 就是有多了个agent 那你就需要维护 这个升级和一个版本 向后兼容 比如说两个版本 向后兼容 那这个带来成本也是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高的 我们还是以前面那个 作为一个事例 看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是 第一个我们创建了一个CR 然后这个agent会list watch 这个资源 然后他会把那个中间结果 这个中间结果不是我们所说的 单纯的replica 它可能是 它更详细 就是包含比如说 Missing pose Unready pose Ignore pose 这种更中间的结果的数据 会update到这个CR的一个status里面去 然后这个HPA controller呢 会根据这个结果 比如说处理一些异常数据 然后去scale这个workload的一个replica 然后这个workload的replica 加上这个调度策略 调度策略 然后就会调度到不同的一个集群 比如说这里就是 我们会在member1集群里面 去把那个replica给加到顶那些 然后加到顶没吃完了过后 然后我们再在那个集群2 再去把那个实力数调上去 那说的话也是同理的 就是先说这个再说这个 就全部由调度器去控制 那这个架构来说呢 可能更接近单集群的一个 单集群的HPA就是 我HPA controller只负责弹性生说实力数 然后scheduler决定调度到哪个节点 比如说节点清合性啊 那七八糟的 OK 那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Design 1和Design 2这两种 有啥区别 第一种是更小的一个维护成本 因为它没有agent的一个组件 不需要管什么升级的 然后第二个是 它那个更粗略的跨集群弹性伸缩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先单集群弹性伸缩 它没有一个上地视角 可能那个跨集群那个伸缩 伸缩那个效果可能更粗略 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弹性和那个调度 类似于有一点混合的一个意思 就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困难 然后Design 2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较高的一个维护成本 因为有agent 等调度的版本兼容 然后但是它有更高的一个 跨集群的弹性伸缩 就是成绩集群报结果 然后Commanda通过上地视角去综合去 跨集群弹性伸缩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调度和那个弹性 是分离的一个职责 这个跟单集群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职责 OK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再来讲一下 它们两个的那个不同的应用场景 不同的应用场景 那这种centralized的 是用啥场景呢 就是你需要弹性的规模 你需要match那个byte widening 就是带宽的一个大小 然后那个资源的一个分配大小 你要合适 不能说你想弹20万 你只分一兆带宽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matrix拉取都拉不下来 然后下面就是它的一个 更小的一个维护成本 你迁移成本啊什么的都比较小 而且组件也没有额外的组件 就一个matrix adapter 都是在Kamana的组件 还有分布式HP呢 这种就是 它支持更大的规模 而且是带宽有限的 然后控制面资源有限这种情况下 它是非常适用的 但同时呢就是说 更小的那个带宽 更意味着更低的一个 更多的一个费用节省 那这就是它们整体的一个区别 我们社区这两种 这两种HP是共存的 最后会共存 只是不同 使用不同的场景 那中心化的HP就是非常的简单 你几乎就签一下就行了 但分布式HP使用起来是有成本的 但是它支持超大规模 所以它是分布式的 超大规模 OK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官方文章和那个GitHub 还有Snack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 然后最后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可以拍一下赵路 好 请 您好 就是刚刚看这边介绍 就是说除了那个Federal HPA之外 然后如果想支持定时的话 需要单独配一个Kround的那个HPA 对 就是有没有计划就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像那个KDA那样 就是可以同一个配置 然后既支持像这种CPU 然后memory还支持定时 这个可能目前没计划 他们职责是分离的 就是之前我们内部也阐述过各种HPA的混合 但那个使用起来太混乱了 最后我们他也是把那个混乱的那个舍弃掉了 然后就直接拆了一下 那如果说像两个这样同时配置的话 是这左边 这两个是不同的场景 就是比如说通常定时HPA 是你弹性 比如说早上有点打卡 那你直接弹性Deployment 但是你如果想同时保留一定弹性的话 比如说我最少弹性到50个实力书 然后你可能还要打卡 可能忽然又多了10个人打卡 那可能还要一个实力书 那你就可能还要一定的弹性能力啊 就你可以弹性那个Federation的HPA 就是不同的一个场景 那他的那个如果说是在定时之外 然后CPU也超过了 比如说定时是10 然后CPU超过了30% 本来设置是15的话 就是会以CPU为主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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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意思 那这两个就是 最终就是能够协同使用下来有什么问题吗 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的场景就是 我们其实在单极群是用的那个KEDA做的弹性 现在我们也在用那个Kamada极群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用单极群弹性的话会 因为没有一个上帝视角 就是可能一个场景就是我们 现在我们是分发那个KEDA下去 可能两个机群最大部分都是10 那几端可能会弹出来20 然后但是我们很多业务也在用那个定时的策略 理解 然后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用Kamada的话 其实我们定时跟这种常规的持续都要支持 就是如果说我们也在考虑 就迁移到这个Federal还有这个Kram 就是如果说就不知道有什么坑会 还没有猜过 如果你是依赖KedA那套就是那套Matrix 这种Customer Matrix KedA那套的话 迁移过来可能要改点东西 就是如果你还是用KedA那一套 就是我们其实可能不需要去配置具体 不需要用户 我们可能不会暴露这个配置给用户 我们其实就是可能会通过我们平台 去隐藏 但是我们实际上希望就是这两个能达到定时跟那个CPU 还蛮为弹性的效果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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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应该是满足你们需求的 好的 谢谢 你好 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Federal HPA呢 刚刚你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它这个在那个大集群 或者说像我们管了上万个炮的 管了几十万盒 这种肯定是用不了的 因为它这个中心化的可靠近是基本上是在生产环境是用不上的 这个我们之前也看过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提到的那个关于刚刚那个分布式的算力 说白了就是说我有两个或者多个那个运行面的这个集群作为自己的HPA Controller 是吧 对 然后呢我可能上边这个Commander就只是做一个Coordinator或者做个协调 能不能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类似于这种方案 就是说我的Controller的运算还是在下面 就像单集群的这个包括刚刚有那个同时提到的用科打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思路 但是呢为了避免出现那种 是吧 比方说我那个两个集群那个差异化那个特别大 比方说我们在双云的这个场景是吧 我某一边AZ可能现在已经有五十个 另外一边可能只有十几个 那在这样的话我们的高可靠可能无法保证对吧 比方我单边AZ挂了 所以在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场景下 我只解决有限的这个场景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分布式的这个HPA挂了 我的弹性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我的协调能力没有了 这个是我考虑过的 就是我们这个不是有个Agent吗 就是Agent如果说他健康检查 比如说检查到这个控制片挂了 他不是之前会Listowash那个支援吗 他会在成员集群可能会把那个HPA给串出来 成员集群再去用HPA controller去做单独的一个一定的弹性能力 就是说但他没有跨集群的一个能力了 我们这个是我们是想可能会归到这个Agent里面去 你们这个Agent是Listowash那个控制面的那个HPA吗 对对对 那你会在他的那个State里面去记录本集群的哪些信息 下面的集群 这个就是我们详细分析了一个中那个HPA 他记录了啥 对不同的指标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对于这个Resource Metrics 就是CPU Memory 它是会记录当前那个总的Request 还有总的UZ 还有MissingPose IgnorePose 这些各种数量 然后这些数量会记录到那个State里面去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Pod不管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这个只会记录一个数量 记录数量 包括那个指标是吧 对对对 CPU的指标或者是内存的指标 是的 这些计算呢最终会用作比如说Kamanda 他比如说他会统一做集群的一个资源 那个数据的补权 比如说有些缺失了 我该用 应该还包括那个每一个集群自身的那个资源的供给情况 是吧 是的 是的都有 这些信息相当于 把这个每个集群包括他的资源的供给 还有这个Pod的情况等等给到Kamanda 然后Kamanda方面去做协调 是的 如果说Kamanda挂了 他这个Agent就可能会把那个相关的一个 比如说HPA资源在成员群串出来 串出来过后那就你自己玩了 就是没有跨 对对对 我觉得最差的情况就是回到单集群的条 那个HPA的情况 是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靠性可能会好一点 是的 是的 OK OK 好谢谢 谢谢 还有问题吗 大家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 好 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